海经海内西经 内西经所记载的是西南角以北的地方 二父有位臣子名叫威 威与二父一起杀了亚语 天地之道后便把威拘近在叔叔山中 把他的幼族带上脚镣 把他的双手与头发反复在一起 并捆到山上的一棵树上 叔叔山在开提国的西北 大则方圆一百里 是各种禽鸟生卵孵化幼鸟和脱换羽毛的地方 他位于燕门山的北面 燕门山焰从他两座对峙的山中飞过 他位于高柳山的北面 高柳山在带的北面 后继所葬之地四周山水环绕 他位于低仁国的西面 刘皇丰氏国将遇有方圆三百里 有道路通向四方 中间有一座大山 他位于后继所葬之地的西面 刘沙的发源地在中山 向西流动而在朝南流过昆仑山 继续往西南流入大海 直到黑水山 东湖国在大则的东面 宜人国在东湖国的东面 墨国在汉水的东北面 他靠近燕国的边界 后来被燕国灭掉了 孟鸟在墨国的东北面 这种鸟的羽毛花纹有红、黄、青三种颜色 面朝东方而立 海内的昆仑山 屹立在西北方 是天地在下方的都城 昆仑山 方圆八百里 高一万刃 山顶有一棵像大树式的稻谷 高达五旬 粗细须五人河豹 昆仑山的每一面有九眼井 每眼井都有用玉石制成的围栏 昆仑山的每一面有九道门 而每道门都有称作开明的神兽守卫者 是众多天神聚集的地方 众多天神聚集的地方 是在八方山岩之间 试水的岸边 不是具有像一亿那样本领的人 就不能攀上那些山岗岩石 试水从昆仑山的东南角发源 然后流到昆仑山的东北方 又转向西南流 而驻到南海焰火国的东边 黄河水从昆仑山的东北角发源 然后向北而流 再折向西南流入渤海 又流出海外就此向西而后往北流 一直流入大禹所疏导过的基石山 阳水和黑水发源于昆仑山的西北角 向东流 继而向东北流 再折向南流后入海 再与民国的南边 弱水 清水从昆仑山的西南角发源 向东流 又向北流 再折向西南 流过碧方鸟生活之地的东边 昆仑山的南面有一个深达三百任的渊坛 开明兽的大小与虎相似 长着九个脑袋 每个脑袋上都长着人一样的面孔 朝东立在昆仑山顶 开明兽所在之地的西面有凤凰 鸾鸟七夕 它们的头上盘着蛇 脚下踩着蛇 胸前有赤蛇 开明神兽所在之地的北面有试肉怪兽 猪树 文玉树 甘旗树 不死树 那里的凤凰 蓝鸟都带着盾牌 还有三足乌 像树式的稻谷 柏树 干水 圣木曼队 另一种说法认为 圣木曼队叫做挺木崖礁 开明神兽所在之地的东面有巫师神医 巫鹏 巫底 巫羊 巫吕 巫帆 巫像 它们围在亚羽的尸体周围 都手捧不死药来抵抗死气 而要使它复活 这位亚羽 是蛇的身子 人的面孔 被二父和他的陈紫薇 合伙杀死的 有一种扶长树 它上面有个长着三个脑袋的人 守候着附近的狼杆树 开明神兽所在之地的南面有种树鸟 长着六个脑袋 那里还有蛇龙 腹蛇 长尾猿 豹子 鸟之树 在水池四周环绕着树木而显得华美 那里还有宋鸟 损鸟 是肉怪兽